以养货理空气电池 是改进当今储能技术的众多途径之一 因及具有高能量密度的潜力 而受到研究人员的青睐 但低效率和较差的循环寿命 已被证明是开发此类技术 需要克服的困难障碍 PV Magazine日前报道称 考虑到上述挑战 日本国家材料科学研究所 和软银集团的研究人员 开发了一种可充电的理空气电池 并声称其能量密度 大大超过了传统的锂离子电池 与其他处于研究层面的Labs一样 该电池依靠锂为负极 仰用于多孔碳正极 该设备中含有 10个堆叠电芯 尺寸为4厘米乘5厘米 单层电芯中带有2厘米乘2厘米的电极 研究人员表示 在堆叠式电芯结构中 氧气需要在气体扩散层中 沿水平方向传输 此后 氧气需要进一步向垂直方向输送 才能穿过整个正极部分 在室温下运行时 这种电池的重量能量密度为500VKG 约为目前锂离子电池的两倍 就能量密度和循环次数而言 其性能表现已十分卓越 研究人员指出 尽管已有许多报告证明 LAB成功运行了超过100次循环 实现长时间冲、放电 然而在实际的电芯层面上 估计其能量密度低于50VKG 相比之下 那些能量密度超过300VKG的LAB 循环次数则少于20次 据悉 这一存储设备在住宅电力存储系统 电动汽车、无人机和物联网 设备中具有潜在应用 电动汽车、无人机和物联网 插入 打招呼